家里如果有长者或者病患 照顾者要承担照顾重择 很容易身心俱疲 有热心音乐人成立照顾者乐团 让他们暂时放下照顾家人的重担 放松心情 彭伟伦是咬乐者区乐团的指挥 这个乐团是由照顾者所组成 他们透过学习中乐 暂时放下照顾家人的重担 我可以教到一些音乐的知识 而他们在人生的经验里面 都会给他们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家互补不足 66岁的叶根阳是团员之一 他说参加乐团之后 照顾家人的压力得以舒缓 虽然我未必玩得很好 但是也负责任去做一部分 尽量做好我自己的事 无形中将我自己好像不是很开心的 那个节目的心里面 感受是减少了很多的 乐团成立短短两年 早前更迎来第一个大型演出 所有乐团成员都不敢怠慢 这个体验就很特别的 好像回到以前我们读书的年代 就是说去考中学会考 入市场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梁志昌是这个乐团的统筹人 他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照顾者运用有限的时间来练习 也可以奏出属于他们的美丽音符 我们认为照顾者不单是我们要关顾他们 令到他们有一个舒缓的空间 更加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觉得照顾者其实是一个 存在的力量可以服务这个社会 中乐团帮助照顾者重拾少颜 而他们的演出 也都为观众抱上动人乐章 无线电视记者黄仲妍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